刚开始对面就跟我说轮捆大西瓜 虽然我知道他们是在跟我开玩笑啊 但是男人最后的那点血腥 算是被激活了 虽然我知道对面很强 都是一些鼠板 自己的细节也处理的越来越马虎 想赢对面来说 对于现在的我啊 确实是挺难的啊 但是我也想尽力去打 输赢其实对我来说无所谓 维护一下多年前猫板第一的那份自信吧 强度的话那肯定是没得说啊 对面的话个个都是鼠板啊 国父前十啊 所以说啊我现在输的是很多 其实呢也是好似啊 失败中才能学到一点东西啊 就比如说这个尼堡 面对剑客汤姆的一个翻滚救援的时候 我都是唯唯诺诺 害怕翻滚被挑起嘛 其实你直接开漂浮就好了啊 根本就不怕 完成提示 此视频并非上局哦 好小技巧学完之后 我们继续接回这把 先来到餐厅拿第一块 然后去客餐拿第二块的时候 这边发现个接手啊 直接一个冰块带走 不愧是寒冰射手好吧 那就把客餐跟公路房的两块钱 拿了之后 现在的话已经是拿了三块了 然后我们再来到这个楼梯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个蒙金奇 过来一个跳招 又是把它带走 而且它身上是一瓶隐身的 这个开局是很不错的 四块经验加两瓶隐身 没得说了 那开局先喝个隐身 但是这个隐身都结束了 我连老鼠的一个影子都没看到 这个拉扯是真不错呀 那我选择一个稳定几件 先把这些夹子什么的都给布置一下 都以布局为主啊 对吧 抓不到的话 电影院布局完之后 我们再来这个船长 试试再布局一下 这夹子还是挺不错的 挺多啊 这蒙金奇过来直接一刀带走 因为身上的话有个穷锥 哎 这个你保释踩了一个夹子 看吧 我们这个布局还是有用的 哎 但是这个蒙金奇是带了一个脚械 不过好在我们这个夹子还是挺多的 一个球又把它打到另外一个夹子身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爪子终于是好了 哇 蒙金奇伤害有点高啊 这一下子打残了 我们再一个球 再把蒙金奇带走 这个开局的话 就能抓到两个 我们直接先过来翻滚 跳舞 直接跟上两个 这个节奏还是很不错啊 我准备拿个球 准备再刷一下等级 哎 狗哥过来还掏了一下 那我们再打一下 也算是一个刷等级了 哎 这个鞭炮 哎 没事 我们还有一个大半选呢 先用这个球刷一下等级 啊 什么东西啊 突然一瞬间就没了 我好在我们二级被弄一点啊 蒙金奇走不掉啊 也不着急抓 我们先把这些球给你丢下 因为身上的话有个兴奋啊 只要这个球碰到老鼠都得死 身上没有一个跳舞 不过也没关系 我们直接板餐厅 能板上就板上 板不上就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这样的话 重追是不会掉的 我们总能抓到第一波机会的啊 我是带了一个驱打 可以看到 尼宝是准备过来救援 还是个隐身的 我直接一个拍抓 是把他抓在手里 因为这把我是没有带金鱼 带了一个驱打 优势的话已经是很大了 因为我这个等级来到了一个六级 而且我这个跳舞也马上好了 起码我能保证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尼宝 还能板上那个老火箭 鼠队的话也并没有慌张 是分为两个地方一起救 一个是往上走 一个是往下走 但是他们应该是知道 我有一个驱打了 一个玩 哇 这个星星是丢得真不错 是直接把尼宝给救上来了 不过他们只有一个三级 侦探的话 看到这个星星丢到尼宝身上 还是准备了尼宝救 他应该是想把那个奶酪一推 推往四级之后 尼宝翻过救援 可以说他们这个尸位的话 是并没有被我打乱啊 这样的一个鼠队 确实是可以啊 你把我出来过的一瞬间 我直接一个球把他打到 可以说我这不预判 也是将近到了完美 再来一个球 把他打到我之后 我也不准备让他跟我跳 因为我这个跳舞马上结束了 然后再拿个碗 再敲到他身上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跳舞就会恢复 但是我这波出现了第一个失误 我没把他抓在手里 前面的细节都处理得这么完美 不管是刷三级被动 跳下来一瞬间不让他有翻滚的机会 直接一个球把他打倒 居然出现了一个这么低级的失误 确实当时我是不能接受的 他们也是抓到这次机会 是连推了我四块奶酪 这个拉扯是真的绝了 我这个隐身也是老鼠都看不到的感觉 稳住心态 我们守住最后一块奶酪 先布个夹子 然后再把这些碎片也丢在这 侦探再从船顶搬奶酪下来 我们准备去堵截一下 这个仙女鼠也是开始了 应该是用了绝地反击 两个星星砸了我半血 好疼啊 看能不能堵截到 一个翻滚过来 一定要拍子起手啊 因为没有精英 直接拍抓 然后再一个翻滚 我们就下去直接跳舞 这个侦探的话 算是秒飞了 因为这边本来就一个秒飞火箭啊 当时他们这个等级 确实是高揍很烦 特别是这个仙女鼠啊 这星星打得我是太疼了 你看一个半血 我就说把他身上冒一个红冠 一直在不停地丢那个星星 恶心我 我准备过来抓他一下 跟三 当时这个刀没打到 而且这个刀的身体很残 跑得也很远 我也不干 追得太远 是吧 因为这边的话 你看他们已经在破绝了 一个 哇 怎么两把枪啊 他们是开了彩蛋的吧 应该是开了彩蛋 反正不然的话 他们没有那么多武器的 我一个过来 就直接被打死 不过我们这个有个二级被动起身 真倒是挺快的 但是这个血量还是很长 一个球打到了你宝 搅了签 哎呦 当时这 这我一个星星就要没啊 我想买个啥东西 准备买个玻璃碎片啊 这样的话 赶快刷一个三级被动 有跳舞才行啊 没跳舞 真的要被暴走 杀害太热了 对面 你看这个星星在不停地丢 还有一个三级被动 这搞得我还一个反向 操作起来是 非常的费劲 再用这个球 一个玻璃被终于是打到 我们赶快跳舞 跳舞是可以回雪的 再来一个球 没打到 蒙金奇 跟上 生上 没有一个要求 我们先买个夹子 布上 这个星星 鼠还在这 我们想跟上的时候 那个爪道刚好又恢复 它直接漂浮走了 那没办法 你宝又不知道从哪 又拿了一把枪过来 哎呦 这个彩蛋反正出了三把枪 还要小心一点 有没有核弹 这一把啊 真的 再布上这个夹子 当时蒙金奇是直接推开 又推了一下 还好我们这个跳舞 回雪还不错 你宝的话 一直在用枪打我 打我这个血 扣的是很残 仙女鼠也一直在用 那个星星 我说一说 很费操作 一下又 那个又反向 一下又不反向 这个操作的压力也很大 打了一刀 但是好像打到蒙金奇 再来一个球 身上的血很残 一个星星直接带走 当时我们起身 很快再买一个牌子 准备抓这个仙女鼠 仙女鼠这个走位 还是很好的 再下来 最后一刀 终于是把仙女鼠给抓到了 不然的话 我们想上个火箭也很费劲 因为这个血量的话 就算是有跳舞 他们也肯定会把我给打死 这个一个什么 绝地反击的 这个仙女鼠 上海确实很高 在原处丢猩猩 烦得要死 真的 乃涛的话 是肯定守不住了 我们来到郭鲁山 板上火箭 球一个变数 就看这个尼宝 能不能失误 给一点机会 一拍没拍到 他两个反舞都用了 他要撤 那我们追一下 看追上去 能不能抓到他 就看这个球了 一个球丢过去 没砸到 他反身回来 应该是翻滚要好了 往上跳 一刀 但是没有机运 这波要是有机运就好了 再一个跳舞 这波他两个翻滚 一个球打断了他的救援 再过来一刀 但是我这个刀的CD美好 刀CD太长了 被变了一个大猩猩 你把不好走 现在还没翻滚 一个猩猩直接把他给吐死 还是有机会了 因为我们就算变成大猩猩 现在还是在跳舞 没能能拿得住 就算变大猩猩 没用 我们两个翻滚之后 直接把他赶快 板上火箭 这个位置的话 蒙金骑肯定是赶不上了 先运输就看他的传说门了 好像也不打算救援 已经是往强风上赶了 只要他一直在动 那肯定就没有用传说门 因为传说门的话 有个前期的硬值 还是挺高的 这边继续跳舞 修一下强风 对吧 以稳定求胜 一个球没打到 好来 你看吧 这个柴弹 已经是被开开了 现在这个柴弹 说实话开得很快 先开一个空头 又一把枪 拿下这个枪吧 哎呦 这个柴弹 推来推去 推来推去 我们要一定要把这个枪给拿了 不然这个枪破 枪还是挺快的 先就属于 再用这个球弹来弹去的 这个位置 用这个球弹墙 是要有一点技巧的 相信打过这个地方的 墙风的老鼠 都应该知道 这个地方的墙风 是不太好破的 但是他们的破的速度 确实很快 我还想买个兴奋 又变成了一个大猩猩 虽然说这一波的话 是没有追到先进鼠 但是这边有一个锤子 可以拿这个锤子继续修一下 这个墙风还是挺能打的 继续跳舞 有跳舞就用 因为有三级被动之后 可以无限刷那个跳舞 修拈下锤子 然后留一个 用于那个减免三汗 想找下蒙击奇 但是蒙击奇 这小子很精明 不知道去了 那我们先喝一个兴奋 不管 过来来采上看一眼 还有两个狼罐 还会扔一下 回到墙风 原来这个蒙击奇 已经是在变大敲我墙 那我们只能是 追这个仙女鼠了 好的 这个泡泡基斯 直接把仙女鼠给爆死了 然后把他跟着我跳舞 我们选择一个最远的火箭 我是选择到一个船顶 这个火箭的话 应该是选择 最好的一个火箭了 但是我们这个墙风 被破了之后 蒙击奇只要救下 那这把我是必输无疑 一个罐子丢过去 没有砸到了他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鞭炮 丢来丢来 他是直接开了车 被他的叉子打中了 我是被脚械了 先用个球 躲着这个拍子 但是我这个拍子 是按慢了 那个一秒钟的样子 这算是我的第二个失误 真的是打下来 就感觉挺可惜的 很多的一些 对吧 很小的一些细节 我都处理好了 没想到 在这两个最基础的问题上 我就当是失误了 这时候 我其实很想去挽回 我这个失误 但是这种情况下 我已经是无力回天啊 像这种有盾有车的蒙击奇 我是肯定是拦不住的 可惜了啊 不过我也成长了 继续加油 嘿 帅哥 给个三连呗 哎呀呀呀呀 别跑这么快嘛 我都追不上了 给个三连呀 我自作不 因为那是一件事 对吧 我自己拦过 我自己拦过 你坐下来